还来看就是黑眼痘痘在香港举办演唱会 压轴来宾是歌手邓紫棋上台去合唱 可没想到演唱会结束于波荡漾 邓紫棋的粉丝团被骂翻说 为什么她要去毁了这场演唱会呢 还说不知道是谁邀请的 主办方也没收到通知 国际巨星黑眼痘痘到香港开演唱会 最后压轴寄出招牌歌曲 不过身边还有另一位歌手 香港歌手邓紫棋也在台上唱得很开心 最后ending还关灯 要粉丝拿出手机照光营造浪漫氛围 不过整场演唱会结束后 邓紫棋的粉丝团 被负评给淹满 因为这场演唱会似乎没有要邀请邓紫棋上台 甚至在上台前 还被工作人员立刻阻挡不给她麦克风 当负责人赶到现场时 邓紫棋也拿了麦克风登台开唱 种种因素也被粉丝批评 有人说不知道你怎么会出现破坏今晚的演唱会 这首歌被破坏了 事后邓紫棋也有发文 说是开唱当天早上收到黑眼痘痘 William邀请要一起上台唱 不只发文还PO出合照 甚至说没想到第一次合作这么即兴 到底邓紫棋有没有乱入 或者是一场误会 主办单位也不清楚 没在嘉宾名单上的邓紫棋 怎么会突然上台 就算被邀请 演出歌手应该也要通知主办方 事后黑眼痘痘也表示歉意 而这突发事件 虽然邓紫棋涌入大量负评 但也有粉丝力挺 直说唱得非常棒 TVB的新闻 谢谢西郑 台北报道